所以我们入阶到这一个栏位它的作用 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栏位的话 那当然你没办法统计 所以其实上个礼拜最难的就是把这个显示出来 而且这个公式也是最复杂 那细节上个礼拜录影都有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会用的话 其实在很多工作上面 你就比较知道说怎么取得 有点像不确定位置的那个资料 你要把它取出来 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其中的话呢 就是大概几个函数 不外乎就find 跟那个mid 还有这ifl 这个我想很重要 如果你懂得把它灵活的运用的话 那应该你的问题就简单 但如果不会的话 我看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ok 那当然我们这边其实是有用那个challby币帮忙 因为这个实在太复杂了 因为他有些地方有铃 有的地方有铃 然后他有区 这个实在是很复杂 那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的话 我希望利用这一个栏位统计 到底这里面 取得的哪一条路或接或道 它是排在前池名的 ok那以前如果想要知道这个答案真的很不容易 ok那同样的方式你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统计出结 就是把结果取得之后 你再利用什么 游标放在这个范围 按插入枢纽分析表 一样这个动作 然后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把路接到 一样拖到道列 路接到一样拖到池 但是最大的问题 你会发现他有些是一个 但是我们是要抓数量最多 但他有些地方好像还是出错了 这个我就先不管 我们就是针对资料正确的地方去把它排序 所以排序的方法一样 找到资料里面的一样 游标记得放在B4 这个动作请记得很重要 你不要放别的地方 放B4 资料 Z到A就可以了 OK 把游标放B4 资料 Z到A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说 原来全台北市 哪一条路接到 最容易是招小偷 而且比例上还蛮高的 这个好像跟其他一比较 好像是多蛮多的 那可是最后呢 如果我只想要得到的是 前十名就好了 也就是说 从第15以后就不要了 就底下这些都不要显示了 那以前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能要把这个扣过去 下面把它砍掉 但是其实不用 所以你有分析表有一个功能 像刚刚我们是 点选列标签右面这个箭头 我们是把它打勾 可是问题 总不可能说你这边底下 打勾的话 取消 这这么多耶 那不然还有个笨方法 就全选打勾取消 然后再 也不对 所以啦 理论上就是 直接找到直筛选 里面有个功能 有没有猜得到吧 前十项有没有看到 你就点选前十项就好了 那这个十 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如果你假装前五项 你就把它改过五就可以了 我们不改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最后他就帮你把前十大 这个切断按键最高的十条道路 显示出来 那之后的十一以后的就不显示了 OK好 那我们马上就有答案 那最后其实我只要数量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图 把它再绘制一个 叫做直条图好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 因为它跟时间无关 跟比例也无关 所以我就用数量好了 所以用最基本的直条图按确定 那这个图的名称 我先改这个工作表 我给它取一个叫什么 路接到 再打错了 路接到 这个 窃到 前十名 的那个什么 直条图 我这名称有点长 路接 那窃到不用了 就这样 路接到 前十名直条图 OK 然后把这个名称 再把